從一開始本分局會加強權力掃蕩 權力掃蕩 並且結合第三方警政 你不讓人民安居 我就不讓你樂業 今天晚上一定讓他歇業 以上是本分局的說明 那前半他有前科嗎 這個部分我們還在清查 是 因為這一間根據當地的居民說 其實他已經在那邊很多年 這一段時間就是警方 就是居民他們指控 警方根本沒什麼作為 這個部分請相信我們 今天晚上開始我們就會強力掃蕩 蘇月長也提醒我們 你不讓人民安居 我就不讓你樂業 今天晚上我們一定會讓他歇業